杨子 近日CCTV电视剧官方宣布 杨子和徐凯主演的陈欢季定荡秧巴 这消息可谓是引发了一轮轰动 听说都市生活剧的暖心剧情将在秧巴上演 而且还是由杨子这位内地娱乐圈的花旦亲自扛大梁 你们猜徐凯是不是要孝心余震了 宣布说陈欢季的剧情如何 先来八卦一番杨子和徐凯的戏内戏外风波 大家都知道杨子 这位90后花旦可是内地娱乐圈最红的一位 颜值和演技俱佳 主演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是当季爆款 而徐凯作为于震力盆的95身 虽然有一些优秀作品 但相较之下离大红大紫似乎还有一些距离 于是老板于震费尽心思 把这两位硬币级别的小生小花凑在一起 希望通过这次合作能够实现徐凯的飞升 于震可是很角色 这一次的安排简直就是在给徐凯开挂 要不要这么明显 但话说回来毕竟是杨子 想不红都难啊 然而 陈欢季并不是典型的男女主搭档灭练剧 它更聚焦于当代母女关系和新时代女性成长 男主的戏份并不是主线 这让于震怕是睡着了都要孝醒 因为这次他可是双保险 忘男主体质加女主杨子 在《晨欢记》中 杨子饰演的麦晨欢 如何平衡孝顺父母与忠于自己这个难题呢 听说这个角色的成长故事可是一波三折 充满了泪水和冲突 作为一个90后女孩 麦晨欢从晨欢 父母膝下成长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 这条不平凡的路上估计是一路颠簸 但我们都知道杨子是内地娱乐圈最独立的花旦之一 他不仅有着出色的演技 更在现实中展现了对家庭的坚守和对事业的执着 杨子是怎样在剧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不平凡之路的呢 这可是一个令人期待的看点 而徐凯娜虽然近年来出演了不少好作品 但还是未能摆脱小声标签 这次和杨子携手主演《晨欢记》 对他来说可谓是天宰难焚的机会 这个九五后小声在都市剧中的表现 能否受到观众的认可 让我们拭目以待 既然《晨欢记》要上新洋吧了 那么不得不说说网友们的反应 据说这条消息一出 杨子的剧粉又开始狂欢了 毕竟杨子的每一部剧几乎都能收获好评 甚至还能带火男演员 是不是经常被大众调侃的望男主体质啊 杨子不愧是《九龄后花》中最耀眼的存在 一出手就是爆款 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徐凯在这次合作中 所扮演的重要性 相信有不少徐凯的粉丝 对他的表现寄予了厚望 毕竟这可是他走向男神之路的一部关键 虽然之前的一些作品口碑可能让人觉得差强人意 但这次回归都市题材 或许能够让他在观众心目中重新树立形象 最后我们来点点评 这次晨欢季定荡秧巴 对于杨子和徐凯来说 无疑是一次重要的考验 一方面杨子需要在新剧中展现出更多的演技和深度 同时也为观众呈现一个不一样的他 另一方面徐凯要努力融入都市剧的氛围 展现出自己的成熟和魅力 总体而言 这对实力派搭档的合作可谓备受期待 毕竟既有杨子的颜值和演技 又有徐凯的实力和魅力 剧情再怎么平淡也难掩着两位演员的亮眼光环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他们如何在晨欢季中擦出怎样的火花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n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